经济通质标证 台湾有中间六成的外接看法意见不通 造成平人家宿和看法之间的困调 为了解割交通问题 加以市政府推出外接看法照顾技巧图卡 里面有印尼文、中文和英文三种意见 可以大大解割意见不通的困调 外籍康复照顾技巧图卡 里面有照片 那更有文字的说明 里面就有中文、有英文 更有印尼文 我们会视日后的需要 再不断的增加 甚至内部呢 还有图、还有影像 你可以用作扫描一下QR Code 你还可以不断的练习 也让我们在家照顾的时候 居家照顾的时候 能够提升更多的专业 更好的品质 我们其中有一项会引进专业的 专业的包括医师、药师、营养师 尤其有职能治疗、物理治疗师 能够进入 我们会针对它的需要里面 然后去派案 外籍康复照顾技巧图卡里面 除了有意见 翻译、有QR Code 可以看压批认识 无理治疗书 知识委标识 过去既得很多外籍康复 但是常常发现 主持和照顾方式 不对的状况 这份图卡可以帮助 学习照顾方式 提升等照顾部的品质 其实我们指导很多家属 尤其遇到外籍康复 刚进来这一个 他不会怎么 不会抱 不会 那甚至他受伤不打紧 连我们的个案都受伤 所以我们就要进来 其实有时候就交往 有时候真的会像您所说的 他会忘记 反倒我们第一线进去 有这个图卡 你看我请他就要进 他用他的语言记 旁边有他印语文 那他就可以把他 我想的比如说这个他手要放哪里 我们另外一只手要放哪里 要注意什么 他就可以帮他醒起来 自己市政府为新局 推出相向欢迎的当教合部各位 由专业团队到处来 记得多一段后 还有欢迎完 进行香兵沟通的牛牛 配合照顾技巧图卡 提升照合品质 但是有需要的民众 都可以到当教中心来而已 去这就出生菜方法的